美國聯準會預計在第四季縮減扣債 或成為股會市的灰犀牛 國泰證券在9月14日發布9月投資氣象觀察 對於美國市場抱持正向的看法 他們說研究機構多餘股 全球景氣正逐漸復甦 而且美國聯準會仍持續寬鬆貨幣政策的立場 維持利率在0-0.25% 並且每個月以1,200億美元扣債釋放流動性 令市場更加熱落 此外 美國疫情威脅明顯降低 預期年底前的各大重要節慶不至於停擺 研究機構也多看民生節、飲品節、聖誕節等 帶來的實質消費力度 對經濟渴望有正向發展 這些將是美國市場第四季偏正向穩健發展的重要因素 國泰證券說 利多效應之下 也需要留意風險控管 投資人需要多留意 股市價格偏高出現的獲利 了結賣額 國際之間地緣政治的不確定因素 或者美國FED臨時貨幣政策的縮表動作等 他們的解釋 低利率的環境下 固定收益商品更加突顯其重要性 目前FED緩升 息機率高 市得債券市場具有優勢 並且美股處於歷史高檔位置 建議投資人需具備資產配置及風險吹備的觀念 適度提升穩健型或保守型商品的比重 例如具有利息差、分散風險等特點的 投資級債券是相對優質的選擇 題材過股的佈局 不妨以消費性相關 是較為穩健的策略